他们怎么合作我没有兴趣 我只想知道 我的老婆 要帮他们工作到什么时候 我跟你说你不要生气好吗 因为现在 畅梅已经并入了梁氏 有很多工作要交接 张元一个人忙不过来 所以 所以我没有辞职 上次不知道是谁跟我说过 我 我跟童童更重要 是我说的 没错 可是 我 其实你是为了她 对吗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么样 她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改变主意 你讲点理好不好 当初我和张元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她帮了我们 她现在 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真的不能甩手不管的 你既然这么想感激她 那你就留在她身边吧 反正她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女人 你自己小心一点 她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那她是哪一种人 她为什么要接近梁月琪 不就是为了要争取旅游项目吗 你别把话 说得那么难听啊 那 我觉得 她更多的是为了她的父亲 很好啊 她现在在你的心目中 已经变成最孝顺 最能干 最好的男人了 你干吗 吃醋啊 好了啊 众萌 众萌 你吃点面吧 你吃点面吧 想吃东西 就吃这个 我知道我做得不好 你们也想吃一下吧 我 我会尽快 抱出一班的 老公 你不生我气了 对不对啊 梦桐 我再怎么说 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你可不可以为我想想 我只希望跟老婆 能过安稳地生活 我不希望每次 都因为外界这些事情 搞得我们这么不愉快 我知道 那我们现在 不是也挺好的吗 我相信我们 会越来越好的 我说了呀 我会抱出一班 等以后有时间了 我还会去抱 茶艺呀 茶花什么的 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彤彤的 只要为了你和彤彤 让我学什么都可以的 那这样 过两天 陪我去趟美国 我们可以去散散心 最近烦心事很多 觉得有点累了 我觉得 我还是不要去了吧 你想 彤彤也需要我的照顾啊 而且 创美现在正在交接 我 不要每次都拿彤彤当挡箭牌 跟我出一趟国有这么困难吗 创美 创美 创美在你心里面就那么重要啊 你干吗 怎么说两句气又来了 老公 我现在真的有点疑惑 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 太迁就你 所以你一直都没有放证你的立场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做 真的很过分 我哪里有过分啊 那我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 让你和相军之间 能够化解仇恨啊 而且我觉得历史和相事 联合起来 跟梁瑞强合作也是很好的呀 你以为我们三十几年的恩怨 就凭你几句话 我们就可以化解吗 老公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老公 你别生气 出去吧 出去 出去 好 好